范蒂冈电台训 教宗方吉各2月28日 在清晨弥撒讲道中 从当天的福音出发 关于婚姻的美好做了讲道 福音中 法利塞人向耶稣抛出离婚的问题 问他修妻是否合法 教宗表示 他们想让耶稣落入圈套 以便夺去他的道德权威 他们始终持诡辩的作风 教宗说 诡辩的思想背后 始终隐藏着一个陷阱 常常是这样 他反对人 反对我们 反对天主 耶稣在回答时 首先问他们法律怎么说 然后解释梅瑟 为什么立下这条法律 不仅如此 耶稣从他们的诡辩 深入到问题的核心 回到天主创造世界的起初 主耶稣的引用如此精彩 他说 从创造之初 天主造了他们一男一女 为此 人要离开他的父母 依附自己的妻子 二人成为一体 以致他们再不是两个 而是一体了 教宗进一步解释说 上主的这个杰作 并没有在创世之初就结束 因为他选择了男人和女人的图像 来解释他对其子民的爱 更有圣者 保罗在需要解释基督的奥秘时 把这种爱比作基督对他的新娘的爱 因为基督是已婚的 他已经与教会及他的子民结为夫妇 可是当男人离开自己的父母 与女人合为一个身体 在婚姻生活中遭遇失败时 我们应该体谅他们失败的痛苦 陪伴那些婚姻失败的人 不要指责他们 而要与他们同行 不要用他们的处境做诡辩的个案 教宗最后说 不可过分地把基督视为单身汉 事实上 他已经与教会成婚 没有教会无法理解基督 没有基督也无法理解教会 求主赐予恩宠 让我们明白这个奥积 永不陷入法利塞人和法学士的诡辩态度